女孩再次从噩梦中惊醒 而且怎么也无法入睡 因为她白天遇到的那个男人 竟用铁链拖拽着数名奴隶 直接从她的面前经过 这让她想起了儿时的遭遇 虽然她现在已经脱离了奴己 但实在见不得奴隶受苦 于是独自冲去了奴隶伤人的老巢 想借着自己苦练的拳脚 解救这些可怜的奴隶 但没想到的是 奴隶主过于阴险狡诈 一看打不过女孩 便利用有毒的老鹰 从背后划破了女孩的皮肤 让其陷入了昏迷 并再次沦为了奴隶 而和她关在一起的 竟然是个小妹妹 她还不知道被抓意味着什么 所以直接向女孩问她 女孩也没有隐瞒 直言奴隶伤人会将他们脱光了拍卖 接着被买主带去陌生的地方 用锁链锁着干活直至死亡 如果逃跑就会被颠打 甚至会剥皮抽筋已经效尤了 这残酷且直白的描述 一下子就吓哭了小妹妹 女孩这才觉得不妥 急忙向小妹妹承门 自己会找机会带她逃走 但机会还没找到 小妹妹却突然高哨不退 她连忙找来了奴隶伤人 却不想伤人并不愿意花钱医治 而是准备将她扔了喂狗 女孩想阻止却也无能为力 眼看着一群猎狗围了上来 只等奴隶伤人砍断绳锁 小妹妹就会被猎狗不而实至 她那叫一个急案 拼命扭动身体 想要打开脚铐前去救援 可无论她怎么用你 脚铐都毫无裂合 反而奴隶主的驯话不断在耳边回响 于是彻底破防的 她准备放弃 但曾经拿命让她脱离了奴隶的同伴 却突然浮现在眼前 她告诉女孩 锁住你的从来都不是脚铐 而是对于奴隶主的恐惧 只要你足够勇敢 那这世上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困住你 可同伴的话音未落 奴隶伤人就砍断了绳子 小妹妹也掉到了猎狗丛中 女孩终于不再等待 用力跳向了前方 借助高空的下坠之力 将脚铐撞成了粉末 并拼命地用力吸气 直接用祖传的侍候弓 吓跑了所有的裂口 成功救下了小妹妹 可奴隶主却更兴奋了 她觉得女孩一定能卖个大价钱 所以放出了珍藏的白虎 要再次将其捕获 但女孩却毫无距离 迎面就冲了上去 一脚一只小白虎 瞬间便搞定了战斗 并盯上了万恶的奴隶伤人 直接将其下的屎尿横飞 接着一脚便杀死了她 让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同时拿着牢房的钥匙 赶往了奴隶地牢 成功释放了所有的奴隶 让小妹妹再次回到了父母的身边